對 好不好 那個可以嘛 那就沒辦法 其實那種的話雖然是可以 但是你要塗 然後再加熱到整個都有 其實花的時間相對 老實說是真的比較多 而且花滿多油 然後如果是當然有些東西 如果說你加烤箱比較大的話 塗完以後放進去加熱一下 就不用用吹風去吹 用烤箱也可以 精髓的那麼精髓 你不要微波爐喔 因為烤箱就是讓它 烤箱的時候加熱一下下 然後也是一樣 摸起來有點微微的熱就可以 就夠了對不對 因為這個概念有點像是 譬如說我們衣服沾到醬油 它是油漬類 所以我們要用什麼去清它 對 就像我們卸妝油 也是用油的去去油的 對不對 所以以油來去油 所以你用醬油 你用肥皂去不掉 你要用油漬類 對不對 對 這個老公一定會 對啊 用這個不用清洗 減肥喝油的 減肥 身上油太多 再喝油 以油客油 你就更胖 你會 只收主意 對 所以這個非常簡單 也不知道賣什麼工具 好 謝謝 每一個情境 都是因為人家覺得 有點挫抖不及 對啊 好緊張喔 接下來這第三個 那就厲害囉 厲害了 來看看 所有當媳婦的都要看 來 這個題目就是 婆婆要來了 小孩的玩具好黑喔 對 這個時候要怎麼樣快速的 把它收納歸位呢 這時候除了媽媽這個時候 就是大喊大罵以外 沒有用 因為小孩動作還是很慢 就大喊大罵 結果都是媽媽在收 對 全部要蹲到陽台往下丟 或者不要 往下丟 又有地毯 又有玩具 什麼都有 真的 我們家以前 真的把玩具都會放在陽台 對啊 就兩個箱子 趕快往裡面丟 客人台 你們家都是這種 眼不見為鏡法 最快 那真的是最快 對 人家是陽台的 因為很多小朋友都是這樣子 你玩了玩具 你如果沒有收好的話 下次他也找不到 他也找不到誰是誰的家 然後誰是跟誰一組的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玩具的收納 真的是要 也是一門學問 是當媽了以後你才知道 很厲害 那天去Ivy家 看到他們有一個收納箱 那功能真厲害 一下子玩具都搞定了對不對 對啊 來…今天帶來 我們示範一下這個收納箱 就是他 不要問他 沒有什麼 他可厲害的呢 他 我現在 就是 他現在是一塊看起來 像板子而已 對 不在空間 然後你看這個是有 十字型的紅色 加上這旁邊 還有這個白板對不對 對 白板 四塊三角形白板 這是瓦麟子版 就是遊戲店的概念 遊戲店 你就是買 裁成50x50的大小 然後五個 對 就是變成十字架 然後這一樣50的 你再把它裁成一半 對 然後把虛線的地方 全部把它黏在 黏起來 然後這兩個地方 把它打洞 紅色的邊邊 對 總共就是打了八個洞 然後有一個紅色繩子 全部串起來就對了 對 串起來就可以了 這樣就完成了 我先解說它好用在哪裡 它攤開了以後 你可以鋪一塊 就是墊子 小朋友的遊戲店 就在上面玩 對 你要收拾的時候 婆婆要來了 來了 婆婆… 快… 快 你要從旁邊 盆在這邊 來 好 安妮 從底下… 婆婆來了 婆婆 安妮 等一下你們在偷襲是不是 會有這麼恐怖嗎 快 好 我們看到 然後呢 然後你把自己帶走 你看 她的 她就要躲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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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鬆啊你喔 她這不是我講的喔 躲婆婆 你看她的空間真的很大 你看一個小圈在裡面 都沒問題 好像樂器球 你可以 好像就樂器球 然後我覺得它很棒 就是你一攤開了以後 媽媽都鬆了 你看 繼續 繼續玩 繼續玩 婆婆回家了 回家了 然後你一攤開 又繼續在上面玩 你的遊戲店還在裡面 你直接就可以玩了 這一攤很厲害耶 很厲害 而且呢 都要分又很便宜 尤其是家裡面的男生 就像你們家大小頂 現在都一個女兒對不對 對 完全好多 你以後婆婆要來了 對 我也進去 來 準備好 你去哪裡 隨便 你要拉線就可以了是不是 準備囉 好 叮咚 公公來了 公公來了 公公來就很熟 文華 是公公 愛演 是不是 缺乏練習 拉起來 對 這樣就可以了 不是 厲害 愛妮要出來 我要出來 愛妮要出來 我也想躲進去嘛 對不對 一出來之後 一起 對 對 對 陽台 陽台 對 很好 謝謝 而且很多比起座也很好玩 那當然 好 謝謝 謝謝 剛剛是媽媽版的 媽媽版 又有專業版的 沒有 沒有 這個要先 你覺得怎麼樣 這個方法OK嗎 其實這方法很好 但是我比較有一點點考量 就是萬一真的玩具是比較重的 所以我怕說它的支撐性會比較不夠 你是怕它也落袋就對了 對 對 對 然後 但是我這個不是專業版 這是手殘版 就是手殘的人就直接買來 真的非常的好用 大家可以參考 就是萬一真的 那個技巧不佳 然後而且玩具比較出手 不用做 對 不用做 這網路上其實現在很紅 這個是什麼 裝什麼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遊戲店的概念 是 然後同時也是一個收納袋 就是打開以後小朋友 它原本的用途就是 玩那個遊戲店 小朋友就可以在上面玩 它可以攀到很開 然後甚至小玩具可以塞在裡頭 這年紀小的很適合 還有適張的可以洗 所以你如果野餐食袋出門也OK 它在草地上也可以 對喔 防水 我覺得如果你要DIY的話 除了這種材質 因為這個比較像是雨傘的那種 對 對 翻譜 你可以用什麼毛毯 你要把它剪成圓的 對 但是其實比較麻煩的就是 這裡要有一個可以穿過去繩子的 床單 而且還要清毛毯 不要了吧 又回到第一趟 又回到第一趟 對 要綁那個線 他說四百塊還好啦 蔡明哥 這四百塊 陳老師說不要再自己DIY 手殘板的 淘汰的床墊 對 床單 所以現在婆婆叮咚叮咚 來了之後 馬上就 就把它拉起來 婆婆沒有要你們收 婆婆要看孫子玩玩具 是不是 所以講的婆婆都好可怕 婆婆講好可怕 這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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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她有出一個這個背帶 對 還有一個背帶 你可以扮一個 所以 小朋友可以自己背 小朋友可以自己背 就一直背著 小朋友可以自己背 婆婆以為你要閃她 好棒 要人家出走嗎 對 所以還有小的是不是 對 她還有出一個是小的 小的能幹嘛呢 小的就是雞木 然後拿著其他的分開 因為那種小雞木 如果有的很砸 你就很難找得到 所以這個是專門收小東西 小小孩 對 小小孩 尤其像很多小女生 她喜歡什麼 半家家酒的東西 對… 小孩也是可以 她喜歡用鳥的 可以分別放比較乾淨 也是乾淨度 對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一些 收納的方法 其實還有很多 像媽媽們很多 就是像圍巾的東西很多 但是看得出 這是一般衣架 但這個環節 這不是窗簾的那種 不是… 真的是玉簾 玉簾的環簾 它很便宜 大概幾十塊錢 就可以買這樣一大包 然後它的… 但是大家在選的時候 記得衣架選那種 比較方法的 才不會說放了以後 會跑 對 那它就可以掛很多的 像圍巾或皮筋 真是連皮帶 其實也都可以 因為它有一個勾的地方 連皮帶都可以勾進去 對 然後拿的話可以直接拿 或者你把鉤子拆下來 其實也都OK 這個不錯 對 然後還有… 還有像… 有時候我們在抽屜裡面 會需要做一些分隔 然後我們都去買那種 抽屜分隔盒 其實這個是自己做的 這樣看大家可能不知道 它是怎麼分隔 但如果我們把這兩個 加在一起 一格一格的 對 然後寬度也還可以自己調 比如說你要比較… 變寬 把它黏起來 如果你要固定 弄好之後 底下把它黏住 對… 這個是牛奶的盒子 然後它原尺是這樣 這樣子 好聰明喔 那裁切子 大家可能稍微要記一下 就側邊裁開以後 底是斜的 斜切 這樣就OK了 然後再反過來 然後雙面膠帶黏起來 好聰明喔 這樣子就是一個抽屜裡面的分隔 你抽屜比較小的話 還可以把它拆短一點 對 完全不需要成本 完全不需要成本 對 那另外像這個其實是 我們可以拿一張爆色袋 那其實都是用 報紙來折的 然後給它壓一下 它其實就會站起來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小弱色袋 然後像我們家 還會做什麼用途 像我們有時候買一些 馬鈴薯或地瓜 它不用冰 但是買的話 有些還帶兔 然後我就會放進去 因為它會吸濕氣 就比較不容易發芽 就會這樣放著 然後就放在陰涼的地方 或者有時候下雨天 鞋子濕了 回來我就給它放在裡面 因為報紙會吸濕 所以整個等於是一個防潮的環境 它就會乾得比較快 乾得快 這好折嗎 非常容易折 它本來是這樣一板 對不對 這樣整張 對 其實就像我們看報紙的那種 攤開法 然後我們就往上折 折到中間線 等於是折四分之一的概念 這樣折完以後 把它翻面 翻面以後折成三等份 然後三等份折完以後 記得把它這樣子穿進去 塞進去 塞到裡面 對 左塞右或右塞左 其實都OK 然後另外一頭 我們把它折像三角形 然後再把它 這個三角形再折進去 塞進去 其實就完成了 好簡單喔 就可以打進來 對 這樣子就完成了 好快 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陳老師有一些 像我們這個家庭主婦 比較不太會收納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比如說順序 還是什麼秘句 其實通常每次講到收納 學生第一個反應 就是說我家就是沒有空間 我應該先去買點收納箱跟收納 對 其實後來去檢查以後 我發現其實很多 其實是東西都放得東倒西歪 你給它放整齊 空間就出來 所以我常會跟大家講 第一件事是清掉雜物 就是甚至最好的是 比如說我收抽屜 是把整個抽屜都搬出來 把東西全都倒出來 然後雜物都清完以後 然後等於是先知道 你有哪些東西 哪些要的 然後再開 其實我建議大家可以 那你要趁對方不在的時候 趕快丟 你說丟我老公的東西 對啊 被發現怎麼辦 被發現 他們爛妳可以 但是就可以 像我們就會用一招 比如說 就把一些好東西先放著 然後裝成一箱 然後如果那個主人 都沒有來過 如果兩個月三個月 都沒有發現 這一箱裡的東西不見了 那其實就知道這個東西 對它的生活重要性根本不高 對 其實可以用那種循序漸進的方式 不要一口氣就丟 有時候真的一旦丟錯 對方就會一直耿耿於懷 那家裡的收納 就無法再繼續做下去 對 謝謝 來 謝謝陳老師 謝謝 好 所以不管是你在抽屜裡 要做這個分隔盒 還是用報紙做一個收納袋 之類的 我們都可以來運用一下 陳老師 補充一下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少買 我們家是 人家的盒子都是空的 不是一個收納嗎 是不一樣的 但是自己在用讀書 是在用嗎 好嗎